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好 歡迎大家來到午夜講場 《學人串社科》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李立峰 今天的題目叫做 《從港產片到香港電影》 我們會講香港電影 前一陣子在網絡上 有一個受到很多年輕人關注的討論 講香港電影《二死》兩位KOL 也都是兩位屬於不同世代的電影人 就著這個問題有一個辯論 也有很不同的看法 我們今天都會講有關的東西 但是與其直接講香港電影《二死》 我們想從一個所謂工業的角度去講 什麼意思呢 我們講電影的時候 電影可以是一種文化產品 可以是一種藝術品 但是它也可以是一種商品 它背後有它的生產機制 所以其實有一個行業 有一個工業在背後 我們今天會想討論一下電影工業的問題 香港電影工業的發展 歷史流變等等 從這個角度去切入 究竟香港電影的現在的現狀 未來的可能性等等 介紹一下今天的嘉賓和主持團隊 和我今天一起主持的 有阿啟 阿啟智 另外有阿堅曾仲堅 書人大學社會學的助理教授 今天的嘉賓是香港大學社會學系的助理教授 我講不出中文名字 因為通常都用英文名字 Victor是研究香港電影工業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學者 稍後都會和我們一起去談這個問題 一開始的時候 都很簡單地講一講 我們講電影工業 其實所謂電影工業 通常問Victor 如果你研究電影工業的話 其實就是研究什麼問題呢 其實電影工業呢 我們可以分兩個層面去看 電影本身它已經是一個學科來的 很多專門的學系也都會研究電影的 工業那方面呢 其實就 籠統來講 我們就是會講生產、發行、放映 這個是基本的產業鏈 當然我們之後都會討論到 現在會有跨媒體 那些都是產業鏈的一部分 但是其實電影這件事本身是很有趣的 好像我們剛才所講的 其實它是屬於一個普及文化 它是屬於大家的生活的一部分 但是同時它是一個產業來的 那就是說其實它是 和商業的元素是息息相關的 它也是要是商業為主 是大眾的娛樂 但是雖然它是一個商品 它都是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它是真的有它的藝術性在 因為它真的 的確是將一些文字 用影像來去表達 而且那些影像是 和我們的生活是息息相關的 如果你是太離地的 基本上沒有人有共鳴 由於它是一個大眾的消費娛樂文化 所以如果你太離地的話 別人也是覺得沒有共鳴的話 它都不會去消費 所以其實我們必須要從兩方面去看 一方面就是它的生存的模式 另一方面就是它怎樣 是可以反映創作人的理念 嗯嗯嗯嗯 在這裡講到那個商業和藝術的異元性 我想就很反映到之前 就是那個KOL大戰 為什麼會有這麼不同的理解 因為你可以 一方面你可以說 喂 你有人繼續在香港拍戲 繼續有某種意義的一些移動影像 是被產出的 這樣就有香港電影了 但是如果我們從一個工業的角度去看的話 其實工業包括很多東西了 就是我們如果比較回來 比如說世界各地比較成熟一些的地方 我們經常講荷里活這樣 那荷里活它不只是電影了 因為你看回整個洛杉磯 它是產生了一個行業聚集出來 好了 有人拍戲了 接著有人想做明星了 然後就會有這個唱片公司了 接著就有了廣告公司 接著就再有了這個公關公司 一系列的東西 起了主題樂園 什麼都有 那這樣東西成為了他們那個經濟的重心 當我們將這個東西放回香港的時候 香港以前都很多這些東西的 我們一樣有我們的明星 本來是拍戲的 後來就變成了整個東亞地區都很紅 接著有很多各樣東西去支撐他們 所以我想當社會開始去想這個問題 其實講了很多年了 香港電影二四這東西的時候 它講的不只是電影本身 也涉及到後面一系列的那個產業鏈 就是當那個電影業已經不是以前這樣的時候 怎樣去延伸到整個香港社會的不同的一個面向 我想譬如我們講到產業鏈的問題 譬如我們真是盡快進入 我們將它具體化 即是都說今天由港產片 去到香港電影 港產片其實是一個很80年代的說法 即是那時候我們講的叫港產片 即是有一個產字在那裡 即是真的講的很專注於生產那樣東西 我們都今時今日 很多人都仍然會開口賣口說 80年代是香港電影的 或港產片的黃金時代 但即是所謂港產片的黃金時代 怎樣去理解呢 即是爲什麽80年代 即是是不是真的這麼黃金呢 即是所謂從一個工業或生產的角度去講 即是黃金時代怎樣來呢 阿堅 80年代當然是所謂港產片的黃金年代 因為之前是沒有港產片這個術語的 即是直接是沒有這個term在那裡的 五、六十年代的時候 我們通常就是有兩類的電影 一類就是國語片 一類就是粵語片 國語片其實就是 一方面當然是給本土市場的一些 但是同時也是要去輻射去整個 可能是東亞或者東南亞 甚至是美加所有的國語 即是海外的華人市場 所以你要講80年代才是有電影工業 當然不是啦 因為我們五、六十年代 已經有一個很大規模的電影工業 而且還要是跨國的 去輻射到整個region 即是整個東南亞的region 所以我們去到80年代 有一個這樣的電影工業 很明顯是因為之前已經有很多電影人 電影的資金 電影的人才 技能 知識 已經累積在這裡 才可以令到80年代再發展出去 而當然當時的五、六十年代的香港電影業 很多時候都是這個跨國網絡中的一個最 其中一個nodal point 即是一個折點 就是吸納了南洋的資金 一方面 而同時也吸納了北邊下來的電影人的人才 所以才能結合到這樣的情況 這樣 去到80年代 Victor 覺得 譬如說當時的黃金時代 阿堅是說了歷史的原格 去到80年代的電影工業 你會覺得 最需要去highlight的地方是哪裏 我覺得 其實整個香港電影業 無論你說它是工業還是產業都好 它都是在反映整個香港社會的現況 就是一個社會的變遷 而且我們在香港這個社會是很獨特的 因為我們的確是歷史造成的一個很有趣的一個地方 如果我們看80年代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看回早期一些 好像剛才阿堅你說的 由戰後 以至世界大戰之後 開始看起 因為我們其實那個重點應該是想一想 我們的電影公司和電影人 他們是在一個什麼歷史社會背景底下出現的 其實剛才補充一點阿堅所說的 就是在五、六十年代的時候 我們香港的電影業 其實如果以傅寶石教授的說法 是大概五十年代中 我們有一個cinematic的cold war出現了 如果中文就是電影界裡面的冷戰 其實那個緣起就是在永華公司 當時他準備要建議的時候 他們當時的電影人都在爭奪這個公司 左派和右派都是 所以其實就是大家都很想搶這些寶貴的資源 不只是電影業裡面的 其他都是的 後來就是國泰電謀的出現 其實就是承繼了永華 然後就出現了左右對立的局面 左就是有長城鳳凰是做國語片 還有邵氏和國泰電謀 接著粵語片方面就是有新聯、中聯和光毅 基本上我們的電影人 當時八十年代的那批 其實都是在他們的成長背景 都是在這個環境中長大 到去之後 當然很多歷史 我們都長話短說 去到八十年代的時候 其實就出現了軟線制 當然是會有左右派的軟線 但是我們都是很有趣的 就是我們有新浪潮的導演出現 這方面的資料 其實我也覺得不需要在這裡再詳細交代 因為已經是很多歷史的記載 我們當時很蓬勃 其實是一個真是天時利利人和的結合 我們的軟線制 必須要有一定數目的產量電影 才可以供應到軟線 我們出現的情況就是 我們必須要生產大量的電影 不同的公司 它有不同的方法去生產 以前的小市 它就會有製片廠的形式 垂直整合的形式 家和或者之後金公主、新禮城、得寶 他們就會用獨立製片人制度 這些全部其實都是一些歷史背景底下出現的 所以要考慮 導致我們的產量當時是激增的 當然還會有其他的外資、賣負、賣電花 這些制度的出現 導致推動到我們80年代的電影業是很蓬勃的 你講到蓬勃的時候 也提到跟社會背景有關 反而令我想起故事的另一面 就是我們很多時候講到80年代很美好 但是現在又有很多反省 80年代其實也是一個賺快錢的年代 也是一個很多時候為了這個 未來又不是很清楚了 不如就賺了這筆就算了 其實在電影業裡面 可能都反映到這件事出來的 就是我們會 你說很多生產 其實就後面另一句說話就是參之不齊 也都會產生了很多是為了賺了這一陣 就很快出來的一些電影 接著就出現了很多可能是比較爛片的一些情況出現 我們現在今天去講80年代的美好的電影的製作的時候 看回頭會不會有時候 可能有時候是過於懷舊的時候 就會有一些很美好的說法呢 但其實都有另一邊是值得需要去提出來的 一年拍幾百部電影的時候 當然是會參之不齊 然後又會有 開始會有電影人和電影評論人 上市去總結到底80年代 我們看到的港產片有什麽很重要的特色 我們待會可以再講多一點 不過我們現在講一講就是 有兩邊的 就是有人會去講80年代的電影 當然一方面是商業化 另一方面也都有很大的問題 就是會很碎 會不完整 沒有故事 那這件事是不是一定是一件壞事呢 我想這些我們可以在下一節再繼續討論 就是一個很商業化的電影市場裏面 究竟會對無論電影作為一種商品 作為一種藝術有什麽影響 我們下一節再繼續 歡迎大家回來五夜廣場 來到第二節 我們第一節講香港電影工業的一些 尤其去80年代的時候 一些特徵或者80年代以前 其實那個80年代的香港電影工業的黃金時代 它的背景是什麽呢 甚至由五六十年代開始 但是我們繼續討論 這10年代的香港電影工業的黃金時期 很多時候無論你當它是一件好事不好事都好 大家都知道是高度的商業化 但是都想elaborate一下 什麽叫高度商業化呢 很多笑片 大家知道了 票房很好 但是其實高度商業化 有很多其實跟生產 甚至跟發行有關 譬如我自己開一個 就是黃人戰線 我自己很喜歡講的就是 香港電影的長度是很標準化的 就是你看看荷里胡電影 它90分鐘有得 兩個鐘有得 兩個半鐘有得 三個鐘有得 香港電影相比來說 絕大部份 我不敢說全部 絕大部份很標準 90分鐘前後 那那個很明顯是跟戲院 就是當時剛才第一節 阿璧塔都講到 就是軟線制 戲院它一天怎麼排多少場 排到幾個場有關 當然你個個都要拍90分鐘的時候 小品有90分鐘 你拍一些很大的題目有90分鐘 它一定有各種各樣的限制 但是這個就是其中一個 所謂那種產業商業化的表現 有沒有什麽其他的例子或特徵 在內容上當然一定會有限制 你所有故事都要一個小時 三十分鐘裡面講完 不可能的 其實理論上應該有長有短 譬如好像荷里活電影 就著不同的主題 可以有不同的長度 在香港的電影裡面 因為這一種的限制 以及剛才我們講的 就是高度商業化的考慮 我們會看到有很多影評人 就在80年代中期開始 就是批評 由70年代中期開始冒起的 這一類港產片會有什麽的 內容上的問題 譬如80年代中期有一個影評人 叫金炳慶 他總結了當時的電影有幾個特徵 都是一些差的特徵 就是不完整的 沒有故事的 零碎的 過快的 然後在金炳慶眼中 就是這些都不是可以 講到一個完整故事的一個電影 然後去到80年代中 我們看到了一種反對的聲音 但是我們又很有趣地 去到90年代中的時候 就是剛才講的這些特徵 又突然間用另一個眼光來換一換 就會覺得這些才是正的 才是真正的香港電影 儘管在這些商業的考慮之下 而製造出來的 比如我們有一個很出名的 講香港電影的外國學者 叫David Bobwell 他那個說法就是 這些才是正的 這些就是以影像行先 儘管它是盡街過火 盡視端狂也好 但是它就是 香港電影在地球上 在世界上 別樹一格的一個特徵 就是影像很流利的 用影像去交代故事 甚至是多於用文字或者對白的 我們會看到就是商業考慮之下 既可以一方面 我們看到有人會批評 但是又有人 去到90年代中的時候 將它覺得你們都很藝術性 都有一種美學在裏面 所以用這個角度來講 由商業和藝術或者美學 又不一定是互相排斥的 我想有個問題在後面 就是我相信是有很多電影 是會符合到你說的那個說法 實際上也都在那段時間 是生產到一些很經典的電影 我們到今天都還會繼續拿出來講的一些戲 就是你由英雄本色去到家有其事 大家都會繼續拿出來講 但是與此同時都不能否認 在這段時間 是有很多的炒冷飯的情況 是不斷發生的 就是拍了一套好的 就是有票房 有口碑的電影 跟著就會不斷地 是以同一個題目去翻拍的 就是有一套導片 跟著就做了十套導片出來 又或者是有一套古惑仔電影 跟著就有很多套古惑仔電影出來的 那這一種的發展 你可以說是對香港電影工業 是其實帶來了一些不太好的影響 就是你想想一些人寫故事 又或者是大家那個觀眾的品味 你是不能夠得到培養 那你到整件事玩爛了之後 就無以為繼了 是不是這樣 我相信其實這個也是 我們香港電影業的一個特點 如果重回它的歷史背景去看的話 這個是很多人會歸咎於賣片花的制度 但是其實很有趣的地方就是 就是這件事那個成因 就是在大概七八十年代的時候 出現了就是七九年 然後中國的合拍公司成立 他們就改革開放了 但是要去到八十年代的時候 大概一九八七年左右 要去到台灣戒嚴的時候 才開始大量的台灣資金 湧入去香港的電影業裡面 所以導致到當時有很多賣片花制度 像採明星 剛才啟智你說粗仔濫造 這些情況出現 那我經常都說 就是誠也風雲敗也風雲 就是你這個成功或者是興旺的原因 也都是可能會導致到你失敗的之後 當我們的社會轉變 其實最明顯的就是 大概九四年左右 中國的電影 中國的政府就收緊他們的合拍制度 大概九五年的時候 如果我們看回一些香港的統計處的數據 我們香港的電影出口的總值 其實是明顯由九五年開始下降 所以當時我們如果資金 一下子大量流出 我們自己本身的制度 如果有一點不健全的地方 就會更加明顯突顯了出來 那個制度的本身是甚麼呢 其實很有趣的就是 我們如果看回一些數據 香港的電影票房是九三年開始 是香港電影不是外語片 是香港電影的票房是開始下滑的 其實九三年發生了些甚麼事呢 有一個很明顯的數據 告訴我們就是 我們的電影院的數量是開始下降 是由九三年123間是最高峰的時期 去到2000年我們只剩65間 這個是香港的經濟連鑑 是可以看得到的 所以就是當時我們經歷著一個電影院的轉型 迷你戲院的武器 之後就改變了整個行規了 就是因為我們以前舊有的院線制 就開始突顯了它的問題出來 就是它怎樣可以在一個有限的空間裏面 不斷地要去逼那些電影公司去放映香港電影呢 如果我們再需要迷你影院 他們有很多不同的螢幕的話 屏幕的話 其實我們是供應不到這麼多電影給他們的 香港電影是供應不到這麼多電影給迷你影院的 八老會、UA他們當時大概是93年至99年 是他們一個很快的擴張來的 他們當時發展得非常之蓬佩 少許的數據 譬如我們說的是2000年、99年的時候 八老會的電影院其實是由93年至99年左右 它是增加了大概是由應該是十多個屏幕 是去到接近50個屏幕的 它的電影院的數量應該是大概是翻了一番 UA也是它是第二的 跟著我們還有MCL 跟著還有嘉禍它都變了是迷你影院 那其實這些這樣的轉型 是將我們港產片的放映的制度 是由舊變了做新的形態 那你影院 再加上其他的因素 譬如剛才我們都說的 很多很多的問題已經就即刻突出了 包括Francis你自己做過的小前的研究 是關於荷里匯的電影 它為什麼可以在香港這麼成功 因為它其實可以打破文化的隔膜 它很注重特技的時候 其實這些就是說 如果我們香港的觀眾 它其實都繼續進去戲院看 但是如果它要看的時候 它會選什麼來看呢 當有《迷你影院》的時候 《迷你影院》之後 也會跟荷里匯的發行商有一個聯盟的合作 這個我知道Victor你寫過 跟趙永佳教授合作過一個 都說荷里匯進來香港那個 當然從來荷里匯在香港都會有Presence 但是去到90年代 有一個發行網絡的轉變 或者那個形式的轉變 令到它是你的講法 甚至是crown out了本地電影 是 沒錯 這個是那個行業的轉型 也是跟著我們整個社會的變遷 同時也是凸顯到其他 剛才我們說的問題出來了 就是荷里活的挑戰 還有有些影評人 或者是我們有些觀眾都會覺得 香港電影原來真的這麼粗制難做 但是當然這個問題一直都存在 不是只是80年代才有 還有突顯了我們很靠外負市場 當我們外來的資金一減少了的時候 原來我們香港就要經歷一個電影的衰退了 但是你說到90年代的時候 你聽回演藝界裡面 對於90年代那個電影業的 出了問題的理解 他們會提出另一樣東西的 就是有翻版 就是有VCD 就是你有了這個VCD 有了翻版之後 那些人就不用進戲院看了 跟著他們就在街上買 跟著賺到些錢 也都回不到去本身的工業裡面 我想這個講法 跟你剛才的講法 其實可能互相是有一些關聯的 就是舉個例子 如果不去 不需要進戲院看了 戲院的人少了 於是他每一間戲院就要小間了 跟著就迷你影院了 又或者如果是講賣外埠的話 那都不用你等賣外埠了 你上了畫之後 可能過了一個星期 已經在 人家在東南亞那些地方 已經街邊有得賣了 那你怎麼賣外埠呢 但是也都會有一種說法 就是歸咎於這些 這個所謂翻版 歸咎於那個技術轉變 令到翻版可以發生的時候 會不會是有些卸博呢 其實是你自己本身有問題 但是你將這件事歸咎了 給其他人 哪一件事重要一些呢 其實 其實我認為兩件事 都是互相影響的 當然如果你本身的產業 是沒有問題的話 那好像我們以前 講的軟線制的時候 就算是荷里活 他們的大片 都是在香港放映的時候 是受到限制的 因為我們已經很多 本地電影的戲院 已經是放著香港電影 不會有那麼多個屏幕 給到荷里活電影 但是當我們的結構轉型的時候 就突顯了剛才的問題 我想我們講回 電影的一個電影行業的下滑 可以有很多的解釋 你說譬如翻版VCD 但是也都沒有忘記 VCD和DVD的出現 本身是令到電影 其實多了一個收入來源的 理論上其實多了 可以因為這樣多了收入的 其實你說翻版 我覺得翻版VCD最嚴重 就是它打正版DCD 這個可能比較直接 那些人不看VCD 等不等於它會入戲院看呢 其實也都很難說 所以裡面其實有非常多的解釋 究竟哪個解釋是對的呢 很難說 我們下一節再繼續 歡迎回來五夜廣場 第三節 第二節 林李講到 阿啟提到VCD、DVD的問題 之前都說了 很多不同的可能性 很多不同的電影沒落的解釋 但是我想一提到VCD、DVD 也都會帶出一個問題 就是究竟那種科技、社會轉變 怎樣改變大家看電影的方式 我都記得在十幾年前 我可能剛出來教書的時候 那時候講一些輕討論媒體 輕討論電影 都會說現在有了這些科技 其實不一定是講翻版的 正版你都是拿著VCD 就是你家裡看就可以了 那變成還需不需要 特意花錢進去戲院看電影呢 亦都會變成對行業 就算美國和荷里活都是 都要想一個問題就是 我還要拍什麼電影 是什麼電影才能吸引到 人們進戲院看呢 變成這裡會帶出一個問題 就是你所謂movie的experience 不是說只是有個內容給你看 而是整個經驗本身 為什麼一定要進戲院看大銀幕 就是會有這樣的討論 可不可以在這裡再發揮一下大家 我想整個故事由80年代開始 都是一個由大眾變成分眾 甚至是各自的小眾的故事 不只是電影行業 所有其他的娛樂事業 都必然會面對這個挑戰 比如香港的足球也是一個這樣的過程 電影也是一個過程 電視也是一個這樣的過程 本來大家要集體一起去看同樣東西 比如電視台也是足球也是 然後我們剛才Victor說 由一個大銀幕變成一種迷你戲院 其實都是一個這樣的 由大變小的過程 然後我們會看到這個趨向越來越極端 隨著科技的發展 隨著每個人的生活習慣的不同 大家越來越流動 由小的戲院又開始可以在電視上看電影 然後再到今時今日 我們甚至在手機上就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電影 這個是所有各行各業都要面對的挑戰 然後 然後反過來就是電影怎樣才能吸引到人進戲院 好像 我在想當你這件事一直在發生的時候 其實電影生產它要回應這件事 剛才講這個VCD 其實我現在想想一下 VCD都不是一個對那時候開始的東西 再之前還有一件事叫租帶 其實有租帶這件事的時候 已經在衝擊生產了 即是它可能已經會出現一些 生產出一些電影 是直接拿去租帶鋪給你做的 那裡已經有一個改變發生 但對於香港的時候 我在想 如果有一些片 是我可以想著 不要上映的在電影的時候看 不要去戲院看 留它出VCD才看 大家會有這個講法出現的 那什麼戲是會留在VCD才看呢 就是那些覺得你沒有需要在大銀幕看 然後就是大銀幕給你的經驗是什麼 所以剛才講到荷里活電影 因為剛才講到 那個票房其實沒有跌到的 總票房 是的 總票房其實沒有跌到的 其實那些人只是把那些錢 拿去買票看荷里活電影的意思 因為那些戲大家會覺得 咦 VCD沒有那麼好看 是要你去大銀幕才好看一點 所以我想其實生產和消費之間 這裡有一個連結的 甚至開到再後期一點 我們可以講一下 大家可能連這個荷里活電影都不去看 跟著大家就說 有什麼辦法逼你一定要進戲院看 就有一個叫3D電影 你一定要戴著那副眼鏡 你才看到 那你不能不進場看 那繼續發展這些東西 但去到今時今日呢 我有個這樣的觀察 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 就是那些生產者呢 終於接受現實了 就是說原來那些人 就要在家裡看電影的 那我就不如 就真的弄一些電影出來 就放在網上 就是可能這個 直到一開始 都不會有手影的了 手影就在網上發生的 這樣 尤其是現在疫情期間 你不能不這樣 就是可能整個轉節呢 終於去到今天 完成了這樣 我認同的 但是我們都要看回 其實呢 這個生態的轉變呢 也都令到我們 記起原來我們 之前做過很多類似的東西 不過當時的 發放平台不同 所以那個效果不一樣 譬如我們其實 近年說說網絡的電影 或者是微電影 短片 這些其實一直以來 在香港或者是外地 都有出現過的 在電影業裡面 不過是以不同的形式 不同的scale 去出現 去製作 去發行 這樣 但是到了去 當我們觀眾的 某些觀眾的 消費模式轉變 行業其實一直以來 都在做同一件事 不過由於那個媒體不同 社會轉變 消費模式轉變 導致到其實很多 以往我們可能忽視了 沒有那麼重視的短片 或者是微電影 小鐘小鈴製作 多了一個空間 來給大眾去接受 這樣去看的話 可能不是一件 完全的壞事 當然從一個工業的角度 你說究竟它可不可以 之後再有更加多的 富家產者 它可不可以請到這麼多人 那這是一個辯論 但是我們之前所講 以前八、九十年代 好一窩蜂去拍一些題材的時候 現在好像是否多了一個 因為是分眾 反而多了一個空間 給不同的人看不同的東西 反過來 拍那個人 如果他想拍一些不同的題材 他都會有機會找到他的觀眾 可不可以說 其實是 如果剛才我們第一節 講到八十年代 那種很高度商業化的場景 我們第一節講很多 或者第一、二節講很多 constraint 但是裏面其實都 正常仍然有空間 是吧 當然會有些 我們今時今聽一些 很有趣的故事 比如說八十年代 講《閻之寇》 這個故事 就是當年有個影壇大哥 看完之後 覺得悶得 睡著 想重新展過 要余花式變魔術 要有法術 要嚇到那個男主角 就是男主角 然後又要有道士鬥法 當然當時那個 你用那個 當時的電影行業 那個角度來講的話 主流 大家一直都有一個 formula 已經在路裏面 就是笑打嚇 那 《閻之寇》 我們今時今日 當然很欣賞他的藝術價值 大家都覺得 嘩 不是吧 要將他變得生日化 但是你用那個時候的角度來說 一套鬼片 真是一套鬼片 但是他又沒有嚇 又沒有打 又沒有笑的元素 是會 在那個 formula 裡面 好像覺得 不適合一個 formula 但是 反過來就是 就是剛才講的 大眾和分眾 那個邏輯就是 大眾的時候 你可能只有一個 formula 就已經足夠 但是今時今日 就好像要有不同種類的 formula 而且要不斷地出現 不斷地湧現 譬如我們今時今日 看youtube 然後就有很多人 需要去 就是不同的人 會對youtube有不同的要求 然後就會有不同的youtuber 嘗試去講不同的故事 提供不同的 formula 去試一試 那就是剛才講的 就是這個情況 如果是一個大的工業的話 它可能沒有那麼 flexible 但是現在這個科技 以及我們 就是資訊科技 那個給人的不同的可能性之後 就會有這樣的分眾 可能 但是如果這裡 就是我們 如果從一個 就是同一個工業行業的角度去比較 香港的電影工業 在應對這個科技轉變的時候 比如比起世界 其他地方 比如比起荷里活 會不會其實是比較沒有那麼有能力去做 就是可能它的constraint 可能是它跟其他創意產業的關係也好 它手頭上它有的能力也好 其實電視都是的 很明顯 就是你外國 你電視 它會有OTT 接著會有Netflix等等 香港的轉型都不是做得好 可以是整體的感覺 其實是相對滯後的 那麼多年 它可能有一個constraint 如果電影你會怎樣看 我會記得 馮永先生曾經說過一句說話 他就是說 如果我們以一個產業去看的話 你必須要是 第一 有人 你就有產業 第二 就是 你如果想百花齊放的話 你必須要首先是有一個經濟的基礎 就是說你要先有公開 那你才有條件去百花齊放 那如果你用一個傳統 我們去看電影的概念去看的話 電影是要在電影院放映的話 你是一個大規模的製作 是一個投資成本很高的 那如果你說想要百花齊放的話 你必須要是首先 令到投資方或者是電影公司是生存得到 你才有條件去說百花齊放 或者是做一些沒有那麼商業化的 嘗試的創作 例如演繹購之類 那 所以如果以以前我們那個工業的制度 那個模式去看的話 我們當時是有條件的 但是如果你說回現在這個情況的話 當然是我們現在整個行業已經變了 社會都變了 大眾的消費模式也都開始有改變了 那這樣的話 其實我們都沒有辦法是可以 期望現在 譬如我們YouTube 或者是其他的網片 是去放在戲院那裏播放的 因為其實它那個規模是真的不同的 它的要求都不同的 它的經營成本也都很不同 所以也都是基於這個因素 我們有一個這樣的轉型就出現了 那就是我們開始有一些大眾的小小屏幕的 Visual Audio的產物出現了 也都是給大家接受 而且是工業上面 行業的人裡面也都是開始分開了 有些是專門做回傳統的大電影的 也都是有一些去容納到小電影的生存空間 這裏呢 我想回到我們一開始第一節講 就是KOL大戰的時候 問那條問題就是說 你說有沒有人拍攝呢 是有人拍攝的 你放上網這樣是仍然發生著 但是相對於之前那個工業生產 好像在規模上又真的差很遠 但是我又覺得這件事不是那麼必然的 因為如果你放上網之後 你面對的已經不只是香港這個市場了 你面對的是全球的市場 那無論你整個東西是多小眾都好 你全世界可能 肯定會找到一些人是想看這件事 那如果你的技藝上 你的生產上是做得好的話 你一樣可以找到一個空間 其實照樣可以成為一個 比得起以前的產業 那問題就是究竟那個轉型 現在發不發生到的意思 我想另外從一個轉型 或者從一個由大到分眾的角度來講 也要講回 例如我們經常講網絡 我們經常講網絡短片 三分鐘都嚴長的了 現在的年輕人 這個當然未必是真的 但起碼就是 有種感覺是短是好的 始終long feature film 你一看就看90分鐘 以及至少 以及以前有個講法就是 通常經濟學來說 Movie是一個experience good 你買票其實你都不知道出戲好不好看 所以其實它裡面本來有很多challenge 其實你不同的國家地方 可能它應對這個challenge的方法不同 譬如日本大家都知道很流行 日劇拍完十集 紅的時候它拍到SP 跟著拍電影版 變成它落到電影的時候 其實它整個鏈的後面 還有人們喜歡看會去看 它是解決了 unknown uncertainty的問題 但香港可能在很多這些方式 未必發展得很好 我們這一節時間到了 我們下一節再繼續 歡迎大家回來五夜廣場 最後一節 我們今天的題目 其實叫做從港產片到香港電影 有一個term叫做港產片 一開始講過 那個80年代的term 一講其實很強調就是在香港生產 但是後來慢慢大家開始 十幾年前開始 其實越來越少講的term 當然背景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事實上很多香港電影 或者是不是香港電影都好 你叫不叫它做香港電影都好 開始不是純粹叫做香港生產 就是合拍片等等 也都近這幾年很多時候討論 所謂的香港電影是不是已死 很多時候也都會有一種聲音 就是因為香港的演員 導演就是北上 一個大的市場在上面 掛著賺上面的錢 就不搞香港的電影了 但是想推回去大一點 就是一個歷史背景 其實那個我們講的regionalization 就是一個中港台的region 電影工業 其實之前都提過 合拍片的風潮也都不是 這幾年的事情 都是一個很長的歷史 可不可以Victor都講一下 或者怎樣看合拍片的一個起源 和regionalization的發展 合拍片其實一直以來都出現了 不過它未必是我們用這個名字 可能是跨地域的合作 我們一直以來就算50年代開始 都會出現這個情況 雖然那個生產基地 當時大部分都是在香港 一路去到80年代開始 跟著越來越多 中港台的電影的合作 投資 我們令到我們是可以 有這三地的合作 電影越來越多 我們經常都會看一個 我們香港電影業要回內地 要受到很多的限制 其實這件事一路都存在的 不只是內地的 就算我們當年要去台灣的時候 我們都要得到自由總會的批准 有很多題材是不可以碰到的 香港當時其實也都是有我們自己 在香港的殖民地時代的censorship 所以其實一路以來 我們都是有這個限制在 但是去到真的要在CIPA之前 我們97回歸之後 CIPA之前2003年 中間有一段時間的合拍片 就非常之有趣 我們大家都看了很多 譬如無間道 這樣要有兩個版本的 但是去到2003年之後 我們可以通過很多其他的渠道 可以進去大陸做合拍片 當時也都是有評論 也都會說我們的電影 就開始失去香港的元素 到近期其實近這10年 學術上面也都有一些討論 譬如好像朱耀偉教授 葉月娥教授 他們都發表過很多文章 就說就算這些合拍片 被人說好像沒有了一些香港特色 但是都其實反映到 某一些香港的電影人 他本身的講故事的能力 例如徐克導演的《志趣威虎山》 還有就算是說美人魚都好 其實都是說周星馳式的喜劇 但是只不過是用 不是再用廣東話 是用普通話去講 所以這個討論其實一直都是存在的 這個大陸市場的出現 怎樣影響到香港電影的生產 甚至大家自己怎樣再看香港電影 我發覺其中一個很經常發生的事情 就是大家會有一種很唏噓的感覺 就是覺得為什麼以前有些東西 是專門生產給香港人看 又或者是講香港的故事 後來就變成要去因應大陸市場 就會不同了 其中一個我感受深刻的例子 是麥兜故事 因為麥兜故事最香港的 我想這個故事 他整個是想講一個香港情懷的代表 但是當他再拍 又拍 又續集 又續集的時候 慢慢去到後期的時候 其實他是大陸票房 是遠遠多過香港的票房 甚至是上了香港人都未必知道 那那個感覺 我想對於很多香港人來講 那個感受未必是那麽好 而從生產的角度來講 其實是真的會對香港的電影工業構成影響 我自己一個觀察就是這樣的 就是現在香港做女明星是很慘的 因為如果你要做合拍片 他有一些規定的 就是你說你的演員的比例要是怎樣 於是乎作為一個商業的考慮 你就要想 香港有很多男明星 在大陸是個個都認識的 就是劉德華 梁朝偉 那如果那個配額給了他們之後 那個女角就會找回一個大陸的女角 你香港做女明星在這個情況 香港真的好像很吃虧 這些都是一些 他行業上的一些規定 就會影響到 整個香港電影生態都會受到牽連 我們可以放大一點來看 其實剛才Victor 講的是一個政治上面的 censorship 不論是港英政府 不論是台灣 不論是內地最近對合拍片的限制 阿啟剛才講的就是一個商業的考慮 比如要選哪一個的男明星 要拍些什麼的題材 其實都是商業考慮 不只是中港之間是有這個商業考慮的 我們如果看回90年代 就是80、90年代 已經有一個很強的商業考慮 但是就不只是中國的市場 而是整個可能是東亞地區的市場 就是很明顯的例子 其實就是韓國的片商 或者是韓國的電影投資者 在香港的資金 你會看到 比如在88、89年開始 張國榮在韓國很紅 因為《英雄本色2》 於是韓國的要求就是 你們香港的電影 麻煩都要加一些槍戰 加一些好像《英雄本色2》的元素 讓它在韓國可以賣賦一點 所以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就是我們之前看到很厲害的 好笑的就是《家有喜事》 到最後那時候 在韓國的版本 它是會無緣無故剪了一段槍戰的場面 還有爆破的場面下去 讓張國榮有機會去握槍 讓它可以在韓國有一個市場 其實一直都有的 只不過我們去到今時今日 我們看到它的要求是政治化 可能是有一個censorship上面的要求 所以比如剛才講無間道 才會有一個這樣的問題 然後才會帶到下去 會不會因為這些元素 所以令到香港的電影 除了因為政治的色彩 還有因為商業 要考慮的 是一個比香港更大的市場 香港更大的利益 所以不會講一些很香港很本土的議題 就成為了整個哀嘆的開始 我很記得的 2005年的時候 港台有個節目 《百年夢工場》 到最後的時候又講 就是找了幾個電影人去講 香港電影何去何從呢 香港電影是不是已死呢 其實這個整個討論 我們已經過了十幾年了 那香港電影是不是已死呢 就是建華已經十幾年了 但好了我們今天講了很多工業的東西 剛才講到《Originalization》 其實是不是在一個這樣的喘化裏面 那種感覺就是 反而是過去 譬如《十年八歲》裏面 反而有一些很多的香港電影 它反而沒有了那種商業化的製作 它沒有了很多 我們之前說八九十年代那種要求 它反而可以拍到一些 譬如創作者自己想拍的東西 甚至那個Casting Decision 都可以沒有那麼多的商業考慮 無論我們講狂武派也好 我們講一獵無名也好 幻愛也好 是不是都有一個現象 好像是 反而有了一個空間 有一個真是叫做比較local的industry 不用考慮賣法 不用考慮太多東西 是不是有這樣的現象 可不可以這樣說 我認為其實 真是人在哪裏 工業就在哪裏 這句話馮永先生說得很對 我們其實如果只是看電影 跟我們看工業或者產業的角度去看 又可以是多了一個層面去看 譬如我們可以想一想 我們香港電影業是很成功 除了是因為電影好看之外 其實是背後那幫創作人 創作人不只是說導演 是說監製 producer 他們都很成功 他們這幫人現在在哪裏呢 當然有很多以前的退了休 或者是已經不再在這個行業裏面了 但是很多都是在香港和中國 兩邊一起走一起做的 其實如果我們講未來的發展的話 我們是希望可以有我們自己 香港特色的電影 但是如果我們要這樣做的話 我們是很需要繼續承傳回 我們以往很成功很有經驗的電影創作者 他們的團隊 如果可以看回 譬如我們現在 譬如我們討論得很熱烈的 《少年的利》 曾國祥 除了他自己本身的成長背景 他的經歷 他的訓練之外 當然也不得不提的就是 許月珍女士 還有他之前那個團隊 陳可新導演 他一度以來怎樣受災培 也都很勵志地去看整個工業 如果我們去看一看首部劇情片的資助 我們現在出了很多很多 我們很多市民都認為的本土電影 所謂《一念無名》 《倫樂人》 《點五步》 《金刀》 有趣的不僅是導演本身的背景 而是他們的監製 我們可以看一看 原來這些電影得到政府資助之外 都是有很多很資深的大導演 監製作為一個監製去看著他們去拍這部戲 或者給他們很多意見 我相信其實我們是有空間 也都是有資源 有人才 作為一個Mentorship的施程的制度 來去繼續發展我們所謂的香港電影 我見到其實香港的電影工業 面對著大陸市場的時候 有幾種不同的態度 有些固然就擁抱這件事 我就回大陸去拍那些戲 然後就幾億票房 有些就說我很堅持在香港 我就在香港拍我自己香港的故事 也都有一些常常說我暗渡陳倉 我是做合法片 但其實在某些例如選角或者故事的描述裡面 又可以說一些香港的東西出來 而我覺得是一個學習的過程來的 即是你甚至說所本土電影都好 即是由一開始的時候 很強調說我真的爆幾句髒口 大家很開心 到現在我們開始找一下 我們不如找一下一些屋邨場景 我們找一下一些社區的場景 接著去講一些香港的故事 整個學習過程 似乎去講香港電影是什麼 慢慢就好像浮出來這樣 我想其實大家有這個討論 或者社會很流行的討論 因為我想大家都 很多香港人都希望找到一些 真是屬於香港的文化產物 但其實它背後一定有個工業背景 產業背景 不同的社會不同的年代 不同的產業背景 不同的科技環境 但裡面都會有空間 只不過是大家要怎樣去學習 怎樣去找這個空間 我們今天的討論就到這裡為止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有數學問 你有數學問 嘶 有一幾個經典 可能 避免 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